来,喝一杯 柳生,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离开东阳 一杯也一样吧 以你柳生家的地位,何至于流落成浪人 我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好 我总觉得,你柳生家族的财产在东阳谁不值呢 加上你的武功首屈一指,别人羡慕还来不及呢 你肯离群独居 我很佩服 前辈,方管主吃的那些药一点不见好转 刚开始嘛,以后会好的 我有个建议,万一后天方管主还没好转 我希望您能上阵 明天再说吧 如果方的地真的不行,我上 如果有前辈做阵 我们就放心了 为你预备的,一点小意的 不攻不守 你不要客气 实不相瞒 我有一事相求 我们跟中国人比武的事,你是知道的 你能不能助我一臂之力 这件事我不能帮你 这件事不是为了我 是为了大和民族 为了大日本帝国 好 尤家,怎么这么晚了 人还不来 前辈 我也不清楚 我只是听阿明说 每到这个时候 他到这来喝酒 是这个吗 御家 看样子 他的武功不会那么好吧 前辈 如果不信你可以和他比比 笑话 以前辈的武功 和他交交手 就知道他的功夫了 这样对方关主也有好处 交手啊 文武文武文第一嘛 我这么跟他挑战 他会接受吗 万一方关主后天不能上场 还不是前辈您上 和他比比 是有好处的 这位是有好处的 对方 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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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你一身 实在对不起 前辈 这次见到柳生静云之后 你为什么不高兴 瑜伽 一言难尽 如果把我当自己人的话 有什么事就说出来 瑜伽 我们相处这么久 以我的阅历 我相信你是个忠甘义胆的人 不过 我这次是一定要走啊 你要走 那谁打第三局呢 谁打都比我强 除你之外 没有人能对付柳生 瑜伽 我打准输 那不是丢尽了中国人的脸了吗 前辈 你是堂堂的武状元 怎么能讲这种话 哎呀 我这个武状元只懂点兵法 排兵步阵还可以 刀光剑影 短兵相接 我就不行了 难道你的武状元 是假的 哎 那也不是假的呀 你看 你看 清定武状元 是千真万确的呀 不过 是我爹给我买的 是买的 哎 我老实跟你说吧 我家是养马的 家里有点钱 我爹让我求去功名啊 又看我长得肥肥胖胖 结结实实 就逼着我去考武状元 可考武状元 要考武经的呀 我拿过卷子这么一看 哪懂啊 就随便签了个名 谁知就这么过关了 后来才知道是我爹啊 用五十匹马换来的 接着啊 就考骑兵射箭 这我可不怕 我从小在马背上长大的 骑马当然过关了 最后啊 是考比武 比武啊 我想 不过是胡打乱闯 就这么着 闯上了一个武状元 那你干嘛不早说呢 哎呀 叫我怎么说呀那时候 那你打算到哪儿去 不是一个皇家镇吧 我 我想到那儿去落脚 好吧 既然这样子 你走吧 这里的事 我帮你了结 羽佳 别说了 你的事 我不告别人 你放心 你 calmly 好了 快来了 啊 快来了 走 左藤先生 方官主派两个人来找你 叫他们走 左藤先生 明天我没法派人打击三局了 你说什么 我们明天不能派人打击三局了 所以请左藤先生将就一下 把日期改一下 一定不能改 北京这么大人这么多 难道个个都没用 如果真没人了 出国的人可以再出 你也可以 御霞怎么样 方官主他不同意改期 大哥他不但不同意改期 还侮辱我们中国人 是我们中国人没用呢 没用 等我明天给他的颜色看看 看也没用 大哥 大哥你病成这个样子 怎么能上台比武呢 我不去 让谁去呢 要不我去 你去 不行 你是女的 你不能去 这是比武 我不是分担女吗 方官主 我不知道柳生的功夫到底有多高 但左藤能派出的人 绝不会是很差的 我不怕 现在不是怕不怕的问题 而是有没有把握 只行不能去 我又这个样子 谁去呢 就让我去 你去 方姑娘 我不敢说我的功夫比你好 但对付一个武夫 体力总比你强 你 你已经打过了 左藤已经说过 打过了还可以再打 如果你打过了再打 不是应了左藤的那些话 而且我不但要证明 中国不但男人游泳 女人也照样有谋游泳 方姑娘 你误解了我的意思 我一点没误解 只是你对我不放心 如果你说我的功夫不如你 我们可以教练一下 方姑娘 请 请 大哥 明天就让郁家上吧 方姑娘 你这头身 那边有车子 老爷你请 来来来 你请 你这拉慢点 上了年纪了 慢点慢点 叔叔在那儿呢 叔叔 叔叔 当女 你怎么来了 你自己在这儿吃 也不叫上我 饿得懒醉 小孩子讲话 我没大没小的 自己人才这么说呢 别人可不这么说 方姑娘 叔叔 我不妨碍你们说话了 不过 最要紧的是带吃的 东姐 不用了 我跟你叔叔 就说几句话 叔叔 快点去呀 坐着干嘛 快去 快去呀 快去呀 我自己回去 你别管我 快去快去 快去呀 你快去呀 方姑娘 你别和我争了 我争的是中国人的面子 咱们俩再说 会 方姑娘 你别争了 方姑娘 你真要比试 比试才能真高低 方姑娘 既然这样 如果你能三招之内打到我 明天就让你去 第一招 第二招 方姑娘 三招已过 明天比武 还是我去为好 我不干 为什么挡着我的路 有声 关你什么事 方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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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声 小姐 对不起 你受惊了 但我要奉劝你一句 直男而退 亮丽而行 程语家 我希望明天出场比武的是你 如果真是你的话 我更希望你尽你的权利 为你们中国人争口气 再见 慢着 怪不得等到我眼睛都睁不开了 原来是被你这个东阳给拦住了 东俊 多岁 算了 他还是个孩子 方姑娘 还晚了 回去休息吧 郁佳 方姑娘 东俊还是个孩子 你就别说了 姑姑 你不用怕我 我听不懂 其实我这么做 也是为了争中国人的面子 希望你明天要尽力 你要小心才是 我知道 再见 老伯仲 快坐吧 大哥 你来干什么 是啊 你在家就行 我并不是放心不下 我就想来看看 郁佳 这次 全靠你了 方冠中 你放心 我一定会尽力 方冠中 你看 你看 我 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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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这个人 是谁 他家流伤 武功很高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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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你小心点 你不要再挡了 我不会这样推下去的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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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 这个陈宇佳不知道跑到哪去了 让咱们中国人丢面子 让东西人横行霸道的 这怎么行呢 我要是看到那个陈宇佳 我不打他猜心惯 可我也得这么打我棒 这个陈宇佳 老海虎 明朝 一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小孩 你按我干什么呀 小孩 知道冬爵在哪吗 你要找小乌龟 他被赶走了 他算了什么事 什么事 他要找那个小乌龟 小孩 知道冬爵在哪吗 哦 你找小乌龟呀 他被我们赶到河边上去了 你找他干嘛 哦 他他就老无龟 老无龟 老无龟 小乌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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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我要送给他的 现在他又不要了 我一个人要他干什么 自己和自己玩吧 倒霉 我不是乌龟 我不是小乌龟 我不是锁锁乌龟 东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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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摔着没有 你告诉我 出了什么事 我不愿意和缩头乌龟讲话 缩头乌龟 谁说我是乌龟 就是 为什么你不打东洋鬼 东君 你是小孩子 还不懂这些 不懂不懂 别人说我小乌龟 我还不懂啊 东君 东君 人家这么说 难道你也不信我吗 我就是不信你 我不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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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不信你 我不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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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君 就是不信你 东君 我信你 还不敢信啊 东洋人 那边来了很多东洋人 他们想干什么 不知道 赶快进去把我放光主 好 师兄 我们来了 师兄 你们想干什么 你们是败兵之相 没有资格说这种话 快叫你们方管主出来 方管主今天不见客 快走 你们方管主不出来接龙头 我们是不会走的 如果你们不接龙头 我们就冲进去 你们两个真没用 明知你大哥有病 为什么要让他上去打 都怪陈宇佳 姥姥不关我们俩的事 本来是宇佳上 谁知他临阵走掉了 宇佳宇佳 你们两个身体好好的不去打 明知你大哥有病 你们怎么不拦住他呀 是大哥要自己上的 我给你们两个急死了 先生 他怎么样了 坐下歇吧先生 嗯 先生 他的病怎么样了 不要紧 龙骨被震伤筋扭了一下 麻烦的是 他本身原来就有病 不要让他多动 先吃两件药 多谢了 少爷小姐 那两个东阳人 也把龙头送来了 哼 知心 大哥没事 外面什么事啊 东阳人来说 让我们送个龙头给他 什么话 你让他们在大厅等一下 好 你们住手 你们是来找我大哥的 不是来闹事的 姐姐 他就是来闹事的 哼 你现在有功夫跟我说 我可没那么多功夫 停 姐姐 住手 你 不 你 你没事吧 左滕先生让我们专程来问候您 如果是这样 上去走吧 方关珠 客气的话 我们已经说完了 但真挺事 还没谈呢 龙头 这个龙头搞成这样 我想你也过意不去吧 所以左滕先生派我们来 跟你说 关于比武的事 输 你们已经输了 因此限你们五天之内 将这个龙头修好 并且贴金 还要披红挂彩 敲锣打鼓 从你不为武馆 送到我鸿口到场 你们欺人太甚了 还有 你们送回龙头时 必须经过大街小巷 以示龙重 知道吗 方关珠 你不吭声 就算答应了 来 我们走 走 慢着 要走 就把龙头带走 这些 大哥 方管主 你已经没全说什么了 如果你还知趣的话 就按左滕先生说的办吧 这样能保住你的福威武馆 走 这边 威尔 星儿 威尔 快扶你大哥起来坐下 小心点 这些 你就按东洋人说的 去办吧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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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要这么做 是的 擂台比武 胜败兵家常识 但是 中国人 中国人 要将骨气 输 输 要输得体体面面 答应别人的事 就一定要办好 想不到 我们扶回吴冠 丢弃了全城中国人的面子啊 送满龙头以后 没脸在这立足 我准备 关了这个吴冠 向全城中国人献罪 师父 大哥 在这个时候 我不想跟你顶嘴 但我敢担保 如果送龙头 没一个人会去的 陈夕 大将 师父 什么事 你们现在出去 把福威武馆的招牌 摘下来 巨鸯 巨鸯 慢着 熊儿 星儿 老公虽然是外星人 可我亲眼看见你爹 辛辛苦苦的 建立起这个武馆 现在交给你们这一代 难道就这样散掉了 你们怎么对得起祖宗啊 老老 大哥 我们还有五天时间 没有到最后的时候 我们还是想点办法 可能还有转机 我们都对起来 小 能够 看到 我 我 你 нуть 你 我 除了你能跟日本人 讲几句话外 没有别人了 如果 真让我们送龙头的话 中国人就没有尊严了 还怎么抬得起头 方少爷讲得对 你怎么进来的 徐先生 你知不知道 左堂打伤方管主之后 还不肯罢休 献他们五天之内 把修好的龙头 披红挂彩送到鸿口道场 这件事我早就知道了 不许你专程来同我讲 我知道 这件事我应该负很大的责任 但我要跟你说 我是迫不得已 迫不得已 我们中国人的脸 都让你丢尽了 好了 好了 不要再打了 再打也没有用了 还 我现在告诉你 我说什么也不去 阿东 赶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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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先生 没想到你这个德高望重的人 也会袖手旁观 走 阿东 是 慢着 好 我现在马上去一趟 你在后院等着我 别走开 多谢薛先生 走 跟我来 你就在这待着 不要乱走 好 好 静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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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如 我不是叫你回日本吗 你为什么还在这 我只要离枪背井来到这 你就让我这样回去吧 你受了这么多苦还不够吗 只要你明白 再苦也甘愿 只要你肯回日本 你的生活会完全不同 如果看不见你 生活再好又有什么用呢 我不想让你这样下去 你别管 只要每天能见到你一面 就是再苦我也满足了 我想你能理解我的 文行 这件事说什么也不能取消 佐藤先生 这次比武 我不知让了毒手 他们派不出人来 我允许打过的人出来再打 我这样做 他们该喜满一族了 但是方师傅比武之时 已经是有病在身了 只能怪他自不量力 话虽然是这么说 但是方师傅身受重伤 怎么好意思再让他把龙头送回去呢 参加比武必有一伤 方管主身为教头应该知道 至于不能送龙头就刚是笑话 福威武馆当家的不止他一个 佐藤先生 你现在客居北平 福威武馆在北平来说 是赫赫有名的大武馆之一 你现在这么做 似乎有些不明智啊 难道我们到场比不上他们的武馆 现在不是两家武馆 谁比得过谁的问题吗 总之 你提出的条件 似乎过分了点 现在的北平 全部是中国人的天下 你要他们这么做 对他们来讲是很难受的吗 我不知什么是好受难受 你们中国人要面子 难道我们不要 可是我们参加武师会 你们怎么样 不但烧了我们的龙头 还剃了我们的头发 难道我们不难受 还有 我派人送请帖到你家 不但没有回复 你来都不来 叫程宇嘉来 对 许先生 你怎么在这 我随便参观一下 进来谈吧 坐 左腾说 肯定不能改了 我早就想会这样 我怎么说都没有用啊 徐先生 谢谢你帮了这么多忙 现在不麻烦你了 我走了 他们还说 福威武馆 如果不把龙头 披红挂彩的送回去 他们马上就要来砸武馆 真的这么说 以我之见 左腾在这里有这么大势力 你们暂时还是忍耐一点啊 两虎相斗 必有一伤啊 而且方师傅现在是这个样子 你先回去和他们商量一下 打死你们 打死你们这些东洋鬼 你这样别光 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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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洋鬼 你这小妇 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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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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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这球 我还能爬下来 走 走 打你 打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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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放开我 不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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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不要 不要